Hello,大家好,今天又跟大家讲饭碗问题了, 这个不是香港, 因为香港大家现在都说不怕病,不怕病死, 是最怕烦死,或者饿死, 生意无得做,然后倒闭,最怕这些。 我今天讲这个是国内的经济与就业的问题, 因为为什麽呢?不是我讲的, 是国内现在希望吹一股暖风, 就告诉大家安心、稳定, 中国就业形势其实很转, 为什麽呢?用它们公布的数字, 其中一个有个名词又出来了, 名词很多都很有创意的, 问题是怎麽理解呢? 最新出了个名词叫什麽呢? 灵活就业, 早前出了个叫动态清零, 现在这个灵活就业,什麽叫灵活就业呢? 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, 你用各式其式的方法来生存赚钱, 就是这样了,你可以做freelancer, 即是那些自由工作者是所谓freelancer, 你又可以做小生意, 你又可以跟人合作,很灵活的, 你又可以做个体户等等,各式其式, 甚至上你home office,你可以自己维生到的, 又可以,所以它叫灵活就业, 好了,数字是怎麽呢? 中国公布去年年底,即是12月, 两个月前,过来两个月前, 它说这个灵活就业的人数已经占2亿人, 如果占14亿人口即是七分之一, 即是一个大的工种来的, 当然这个工种下面有分开, 你是IT行业的,你是零售的,你是做外卖的, 总之你是自己靠自己的, 很灵活就业,不需要靠阿公的。 接着它这个灵活就业裡面, 高校毕业生, 即是无论大学、高等学府等等, 裡面是佔了16%的人是实行灵活就业的了, 即不是等分配,现在很多年已经无分配了, 是叫你自己本身, 恐着东南非你有料,你便请,是这样的。 它现在最新公布就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, 已经有16%从事灵活就业, 又解决了很多问题了,是吧? 跟着就是说, 这些灵活就业的人裡面, 有大概160万是从事网络的, 网络相关的,你可以写APPs, 可以营养一个网站, 甚至上你透过自己在国内做微信、微博, 去做表演、做大V,你都可以是有收入的, 别人给提示,他们现在很多了, 所以它早前有些很有影响力的, 你这样是收入来的,你门碎又在那裡居一笔了。 所以,这个情况就是将国内那种, 它认为解决到就业情况的数字放出来, 如果再将另外一个名词, 除了我刚才所讲的灵活就业之外, 还有一个叫做灵工经济, 灵工经济这个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, 灵散的工作, 但是它带出一个经济链, 又多一个名词了,如果加上这批人裡面, 有估计3亿人,你看看, 14亿人裡面, 妇孺和孩子都佔了一个比较大比例, 14亿裡面,这裡都有4亿人是妇孺, 尤其是老龄化越来越高了, 退休人士,还有妇孺、小孩子, 如果说是工作人口大概9亿左右, 你有3亿人进行灵活就业和灵工经济的话, 你即是解决了3分1的就业,很厉害了, 其他有国营企业,有集体企业,有民营经济, 数字是否很凉厉, 我常觉得我看得我心悦成福, 如果你相信的话, 真是世界奇色, 跟着国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, 跟着经济学家又有另一套计算方法, 他不否定官方那些, 他只不过摆出来用理据数据根据三样东西来自己评论, 等于我过去讲过的, 国内的高人他官文观点同样摆出来, 两样都有,跟着讲完之后是没有结论的, 让你们自己做结论的,这些是高人, 我又不懂,所以我就拿回他们公开的数字, 看大学毕业生的数字, 大学毕业生在2022年,即是今年未毕业, 但是预计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数字是多少, 1076万人, 很凉,个个都成才,中国人才, 不就很行,不过这个是毕业数字, 毕业之后找不找到工作做, 有没有能发挥,不知道的, 我只是讲官方引述的大学生毕业数字, 这个数字是比去年又增加了167万人, 再看2021年去年, 去年毕业的大学生是914万人, 突破900万人,又比前一年,2020年增加了35万人, 如果再数上去2020年的大学毕业生是874万人, 又比2019是增加了40万人, 2019到再数2016, 每年都增加的,2016的时候大概700万人, 你说从积极的角度,我们大学生越来越多, 但是再看那个数据, 每年毕业的大学生700万起算了, 是有大概100万人是找不到工作做的, 他要花了一年时间慢慢陷, 你说大学生毕业不仇了, 但是不仇的过程裡面, 有一批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才找到工作做的, 跟着新的大学生毕业又多一批, 跟着又积累旧那批失业那些找到了, 又有新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, 所以现在究竟大学的毕业失业率有多少呢? 不知, 不过都有办法的就是等于他现在所讲的灵活就业了, 我不用老板的,不用打工的, 这一个OK,你可以解释的, 只不过是大家再看另外一个数字, 也是官方公布的, 他说去年,今年未有数据, 去年他创造了1100万的新增就业, 很厉害,1100万新增就业, 是比原本的预算创造1000万新增就业, 是凸了100万出来的, 那就拍手掌了。 但是这个官方的数字, 跟民间社会科学界研究的数字, 又有一点是, 看回国内那些蓝皮书、黄皮书、绿皮书, 你只需要看得细致, 网上你都可以找到的, 不需要一定说有些什麽好机密资料不用的, 原来去年要新增的就业的数字应该是1500万, 现在过来官方说我创造了1100万, 好,比原本它公布的1000万多了100万, 但是从实际要求的1500万, 中间又是有缺口的。 我不是说什麽都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, 我都觉得国内很多官员都努力去创造, 因为他会想到如果你失业大军越来越厉害的时候, 对他自己本身都是不稳定的, 他从这个稳定的角度他都要做事的, 所以从这个角度不矛盾的, 我只不过是说, 摆出来研究问题真的要数据很清晰, 然后你自己本身的适应能力做不做得到, 你会是被淘汰的, 还是说你去淘汰人, 跟着你可不可以在社会制度上讲得, 或者建议得更好, 任何人都不被淘汰, 是吧? 你说我理想法也好怎样都好, 现在国内的失业率公布大概长期的, 5%左右, 我都说好,行行行行,我相信你这个数字, 不过中国的失业数字有一个很特别的计算方法, 以前大家看它公布是叫做登记失业率, 失业率是登记, 它很少公布半失业率的, 就以登记失业率,含义是怎样呢? 含义是说你来登记,我便知道你失业, 你不来登记呢?没有。 以前还叫做城乡失业率的, 城乡的失业率, 即是说你知道就有,不知道就没有了, 跟着城乡登记失业率,你来登记就有的, 后来發觉很多人不登记, 但是实际上是失业的。 现在的制度又好些了, 它叫做城乡调查失业率, 调查我不是等你来报,我去调查的, 但是问题是你调查的深度有多少呢? 总体官方从稳定政权的角度, 它都会努力做到准确的, 但是它究竟公布出来的数字怎样分析呢?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数字游戏了。 所以,我刚才提出的那些来讲, 都是观察国情的一些方法, 灵活就业, 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开始走这条路, 好的,我完全没有否定的, 但是如果适应不了的, 老一辈那些,你又怎样处理呢? 他又未到退休年龄等等, 这个是更加阔的综合问题了。 这个今天没有时间开展了, 只能够从一个经济数字, 失业数字, 然后再去看看怎样做到社会稳定, 你就不要说这些人我理不了了, 这样到最后是你们自己做到很多内部困难而已。 这个是讲国内情况, 香港又是香港的问题, 不是我今天能够讲的了。 所以,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,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,拜拜